你绝对想象不到 他们是蔑视反派三人主 但他们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把男主塑造成英雄 然后拍个照 话说上级 矮人王开启法阵 召唤出了一只巨型的石头怪 只见石怪光芒一闪 先是吞噬了 耍流氓被飞罗一脚踢晕的 米可纳随后进行了合体 紧接着一言不合就开干 眼看着沙包大的拳头就要砸下来 罗伊德直接正面硬钢 罗伊德正面硬钢 把石怪的手臂轰了个粉碎 但下一秒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石怪的手臂竟重生了 紧接着罗伊德施展手刀 这一次直接把石怪的四肢瞬间摧毁 但无论罗伊德怎样的攻击 石头怪始终都能无限再生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很快罗伊德便落于了下火 由于石怪吸了米可纳的再生能力 肆无忌惮地对罗伊德发起了暴击 一拳将它打进了土里 上来又是一顿石拳加特里 他想把罗伊德的骨头敲碎 但始终破不了他的防御 打了半天 也就是给罗伊德呱呱呱杀而已 力和说 你们不要再打了 再这样打下去 也是死不了人的 说着就和玛丽前去帮忙 而此时梅尔也醒得过来 上去就顶住了石怪的攻击 我的梅尔也计划 我会变成军人 罗伊德虽然觉醒 但是只要有米可纳在 石怪绝对立于了不败之地 危急时刻 力和突然眼睛一亮 用那玩意而刺激他 肯定一击一个准 于是他放出大招 米可纳先輩 眼看米可纳脱离石怪 矮人王大呼不好 而他分心的功夫 赛莲直接从暗处冲出 把装有大蛇的蛋给抢了过来 但矮人并不担心 这魔王的封印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打开的 可下一秒 赛莲对了蛋就开始嘴炮攻击 封印的大蛇实在受不了念金丝的嘴炮 自我爆破解放 矮人顿时就傻了 还有这一操作 与此同时 失去了能量的石像 根本不是罗伊德的对手 罗伊德直接一个超位魔法 把石怪灭得连喳喳都不是 矮人王一看大势已去 转头呼叫队友帮忙 但万万没想到 自己那俩队友 正欢快地给罗伊德拍照 纪念他成为英雄的时刻呢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番里的大反派 都在全心撩基主男主 只有矮人认真搞事业 最后他也败在了猪队友的手里 神父和小马 是为了培养男主成为英雄 才答应跟矮人合作 矮人彻底傻了 反派竟是我自己 反派表示 毁灭吧赶紧的 今晚就去拉编剧家往线 好吧 小丑反派矮人王 实锤了 这会儿子 由于大蛇的解封 罗伊德村长也恢复了神力 立马就瞬移上线 一揉就将全场魔物 全部团灭 矮人王一眼看计划失败 就在村长要收拾他的时候 被小马一爆就走了 神父还撂下狠话 只留下对罗伊德一脸懵逼 什么鬼 就这样危机解除 罗伊德也如愿 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好了铁子们 好比是最终迷宫前的少年 来新宿春生活一样的故事 就到此结束咯 好了铁子们 明天期待新剧上线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点点赞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